看到前面有車在巷子裡蛇形亂鑽 圓景追上前要他下車 下車一下 駕駛一副無所謂的樣子 圓景繼續盤插 發現副駕駛座有一隻 笑起鋼瓶 他卻這樣回 看一隻笑聲是怎樣 笑聲是怎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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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笑聲 嗆下圓景發簽而已 還問是沒看過嗎 態度相當囂張 九號深夜十一點半 桃園清晰派出所的兩名圓景 外出巡邏時 在政府接雨春日路上 發現一輛車蛇形钻來钻去 相當違憲 追了兩百三十公尺 到中山東路 下車立刻藍庭盤查 圓景發現車上 還有一隻笑氣鋼瓶 不過這名三十四歲的 周姓男駕駛 態度轻浮 還反過來嗆下圓景 又沒怎樣 大不了就是罰錢而已 但戴回鎖內又發現 他連車牌也有問題 周姓男子過去還有酒駕前科 違規祭典多道牌照被扣 雖然笑氣目前沒有被列為毒品管制 但仍然是管制的移用氣體 濫用者恐怕會違反社會知識維護法 日前桃園警方才在大園 破獲非法的笑氣分裝場 前幾天還有人吸到衝撞警車 這回周姓男子也是新時候危險駕駛 不只依法遭到遺寢採處 造假懸掛的車牌也被抓包 TVBS新聞大眾信藍庭 桃園財財報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TVBS新聞網站